蓝莹真要百分之百的赢 赢在关键 怎么处理崔文哲的问题 是蓝莹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如果蓝白河 我告诉各位 麦青的戏也不必唱 演也不必演 就是下载一句功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我们讲完了国民党跟民进党 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讲一个人叫做民众党 最近很多人认为 柯文哲选不下去 因为为什么柯文哲选不下去 他在高雄发春联 到高雄走春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场像柯文哲要春联的 十根手指都数得出来 所以有人据此论断 柯文哲最终应该选不下去 但是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的看法就是说 从2000年到2016年 台湾有一个政治人物 名字叫做宋楚瑜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来选 除了2008没有选以外 他都出来选 宋楚瑜之所以出来选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他要维持他的不分区 能够成立党团 成立党团就有协商的权利 这个是宋先生一定要的 那第二个 他有政党补助经费 可以维持一个政党的运作 那第三个 宋南区域立委选不上 还有不分区 就是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局势是逼得宋楚瑜 宋先生不得不选 一直到2020 他还拿了4.5%的选票 如果柯文哲没有成立民众党的话 他的选票应该会更高 他也不会被边缘化 只不过是一个小党 然而我们现在话说了回头 今天柯文哲他面对的是 宋楚瑜的困境 清零党声势最高的时候 他的选票拿了17.5% 还有47席立委 那现在柯文哲他虽然他有立委 但是都是不分区 从这个角度看 就是柯文哲 他一定会选 那至于会不会发生气宝效应 我们可以看 柯文哲提名的两个县市 一个是台北市 一个是新城市 请问黄珊珊有没有气宝 请问高鸿安有没有气宝 我讲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参与 大型区域选举的人 黄珊珊没有被气宝掉 高鸿安也没被气宝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 虽然这一次柯文哲在2020出事提升 但是他还是拿到了16%的选票 换句话说 16%的选票足以让他可以争取不分区 这是柯文哲必须要出来选的人 如果柯文哲不选 这些不分区就绝无可能成为民众的目标 就是因为宋楚瑜他选 宋楚瑜的票数永远都比他亲民党 不分区的票数还要低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宋为什么他要选 柯文哲一定会走宋楚瑜这条老路 这个是政治上的无奈 这也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所以大家认为柯文哲可能会退选 或者是不选 或者是郭台铭出来 柯文哲就不会出来 当然柯文哲不出来的话 国民党就是蓝赢 蓝白河是碾压了民进党 民进党大概会轮斗到 连基本盘他都守不住的地步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现在很多人都在笑柯文哲 但是呢我不会笑他 毕竟他有至少至少至少 最低他13.7 最高21 就是说柯文哲的基本盘 已经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13.7 我们就拿最低标准13.7 各位想到13.7 他其中80%的票源 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蓝赢 百分之二十几 抱歉 百分之七十几 是来自于蓝赢 百分之二十几是来自绿赢 或者潜绿 或者是中选选票 所以我们今天看柯文哲的问题 那现在有人已经开始嘲笑他 那事实上 我认为不必如此 就跟当年嘲笑宋楚瑜一样 大家不必如此 人文化说了回来 蓝赢真要百分之百的赢 赢在关键 怎么处理柯文哲的问题 是蓝赢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如果蓝白河 我告诉各位 赖清泽戏也不必唱 演也不必演 就是下台一句功 就是 关店走人 就是终结了八年 赢英文时代 这个是蓝赢必须要考量的 当然这个工程是非常的浩大 所谓非常的浩大 一方面你要说服郭台铭 一方面你还要说服谁 你还要说服柯文哲 你两个人都要说服 就是说如果 有一个变数出来 郭台铭加柯文哲 那请问国民党怎么选 难不成一时俱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种政治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 而是多重组合的问题 这种多重组合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蓝赢有人认为希望 柯文哲不要选 太过于一厢群愿 柯文哲不选的话 那请问 你蓝赢要给他多少席的部分区 问题那就出来了 对不对 当年国民党跟亲民党联合 最后搞到什么样的局面 我只能够说 胜选的国民党 他不会跟所谓的白银的柯文哲 谈合作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干脆并吞民众党 这个是国民党的心态 只不过他不说而已 那现在话说了回来 当柯文哲又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你要叫他你选不下去 请问政治是结交朋友 还是制造敌人 今天不管柯文哲如何不堪 至少也有13.7%的票 你有这13.7%的票 你就无惧于赖清德的挑战 你可以中间民进党 现在选票放在那个地方 你看民进党 还有什么小绿绿 小绿 好 时代力量 小绿绿 激进党 这些都是属于一挂的 民进党可以吸纳这些势力 为什么国民党做不到 我可以有这些勃讨 电党可以吸纳 它就吸纳 首先是属于利用 我们现在进党 属于掌棄 诞订阅 小绿 5 6 5